在華欠小企業糾紛 多名外國高層被禁出境 經濟不穩買黃金或白銀 哪一種更適合投資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4月2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6年前 一位居住在中國的美國高層 曾經在上海浦東機場 搭機前往舊金山例行出差 但他被告知不准離開中國 現在這名美國人的遭遇 亦發生在更多外國高層身上 上海邊境官員對他說 你知道你做了甚麼 他嘗試去另一個機場 同樣被禁出境 《華爾街日報》3月31日報道 從那個時候起 這名美國高層就一直被困在中國 它是中共出境禁令的目標 這是中共法院使用一種法律工具 導致很多外國高層被困在中國 而且通常不知道 甚麼時候才獲准離開 中共出境禁令範圍有多廣 和中共法院交涉所需要的時間有多長 都是模糊不清 多數出境禁令不適用於被指控犯罪的人 而是適用於涉及民事訴訟 通常是商業糾紛的人 即使是不承擔個人責任 或者是公司捲入糾紛前幾年離開公司的外國人 亦受到禁令約束 根據維權組織保護衛視 2023年5月2日發布的一份新報告顯示 中共越來越多禁止一些人離開中國 包括外國高層 限制出境已成為中國共產黨 用來加強對人民生活各方面控制的眾多工具之一 限制外國人出境成了中共人質外交的一種手段 華爾街日報對幾百萬份文件的在線法院資料庫進行搜索 發現37宗外國人被禁出境的案件 但律師稱真實數字要高得多 學術界已發現超過150宗這類案件 法院資料庫中的案件 包括因為拖欠付款或者債務 而滯留在中國的美國人 一名台灣餐館老闆和德國合夥人 在股權問題上發生分歧 以及一名伊朗商人幾個月都沒有法治離開中國 因為他欠一名員工7000元 去年日本野村國際銀行中國區投行部主席王中和被禁止離境 引發國際關注 這是一種知名人士被禁出境的例子 加州理工州立大學聖盧逆思奧比斯波分校 商法和公共政策教授玉爾德森對華日表示 在中國涉及外國人的民事糾紛中 出境禁令會改變權力平衡 另一方掌握所有牌 出境禁令亦經常針對規模相對較少的企業主 或捲入個人糾紛的企業主 華日報導 五十多歲的美國公民吳君 在2017年被禁止出境 在這五年前 他曾經擔任一間電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當中共法院在2016年3月 裁定該公司拖欠8150美金工資和其他款項的時候 吳君的名字仍然列在公司註冊名單上 吳聲稱直至他在邊境被攔截時 他才知道該公司尚未更新法定代表人的姓名 他被告知在提供經濟擔保或糾紛解決之前 他不能離開中國 他提出上訴大敗訴 面臨出境禁令的人 往往陷入法律困境 華日報導 這位在上海浦東機場 被攔截的美國高層找不到工 由於缺乏文書工作 他沒法借COVID-19大流行期間接種疫苗 他的簽證早已過期 去哪裏都要隨身攜帶一封法庭信函 來解釋原因 Harris Swatsky合伙人Dan Harris 專門研究國際法 並讚寫有關中共 使用出境禁令和債務人質的文章 他表示 出境禁令表明企業和個人責任 在中共的法律體系中可能變得混亂 雖然北京允許企業 而有限責任公司的形式運營 但當涉及出境禁令的時候 企業責任很快便變成個人責任 去年一系列在華進職調查公司 遭到中共當局突擊搜查 一些人被拘留 此舉不僅下跑外企高層 他們還對在中國做生意的風險提出嚴重質疑 上星期中共連開三會 包括中共黨魁在內的中共領導層 頻繁會見外企高層 企圖拉撥外資吸引外國公司和商人 但中共並沒有解決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 面臨的一大風險 他們可能被禁出境 2023年12月18日 美國駐日本大使伊曼紐爾 發文批評中共當局 令多個私企高層失蹤或被禁出境 他在案上寫道 被拘留、失蹤、被驅逐 下一個是誰 他說鬥魚執行長陳紹傑 神秘失蹤8月到11月 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被驅逐 2020年到2023年 野村證券的黃忠和被禁出境9月 然後還有 一華約業董事長趙炳憲 中良集團原副總經理周靖 投資銀行家鮑凡 新城集團副董事長葉簡明 美斯明治、貝恩斯本、安斯泰萊製約 還有這個周末一起神秘死亡事件 伊曼紐爾最後寫道 在中國開展業務的成本不斷上升 實縱拘留名單不斷增加 中共出境禁令已經成為美國外交官頭痛的問題 加劇中美之間的長期爭端 自3月份以來 美國國務院一直將中國列入重新考慮旅遊名單 理由是存在任意拘留和任意執行中共法律的風險 導致美國公民可能面臨出境禁令 美國政府根據《信息自由法》 要求披露一些與中共出境禁令相關的數據 美國國務院援引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信息 披露2010年至2019年間發生的30宗出境禁令案件 3年前馬薩諸錫州民主黨參議員馬基和其他立法者提出一項立法 拒絕向任何參與裁定或執行出境禁令政策的中共官員發放簽證 但該法案最後成為法律 由於通貨膨脹、高利率和整體經濟不確定性 近年來很多人開始關注貴金屬 這些投資通常是風險較低 既能夠保護財富 在很多情況下甚至還能夠增加財富 大家對貴金屬的興趣與日驅增 甚至像Costco那樣的大型商店 亦開始銷售金條和銀幣 雖然這兩種貴金屬對於投資者來說 都是不錯的選擇 但在某些情況下 其中一種可能比另一種更好 CBS新聞報導 美國經濟研究院高級經濟學家 亞爾表示 有些人購買白銀就像是黃金的完美代替品一樣 因為他們都是貴金屬 而前者價格通常是後者的一小部分 亞爾說 但在不同的市場和經濟條件下 兩者在需求、流動性和表現方面存在差異 令他們作為梯代品雖然相似 但亦相當不完美 不確定你是否應該投資金條或白銀 根據CBS採訪的專家說法 以下是如何判斷哪種貴金屬 何時更適合投資的建議 一些專家表示 如果你最擔心通貨膨脹和美金貶值 那金條和金幣將是比白銀更好的選擇 鳳凰資本集團控股公司 資本市場董事總經理威勒表示 一般來說 黃金將是更合適的通脹對沖工具 這是因為黃金更加稀缺 但投資者和世界各國政府的需求仍然很高 而白銀供應量更大 在很多工業領域都有應用 因此需求和價格亦會出現更多的波動 專家表示 這個亦令黃金成為一種風險較低的投資 因此如果你對資金更加保守 可能選擇黃金更好 厄爾說白銀的價格可能會波動 在嚴重的蕭條時期 雖然黃金價格可能會上漲 但可以想像的是 由於對白銀的產品和工藝的需求下降 白銀價格實際上可能會下跌 最後如果你缺乏儲存空間 又或者不想支付太多費用 黃金亦可能是更好的選擇 USA Pond管理合夥人兼墨西西比州 檔普協會主席富爾頓表示 隨著入室盜竊和盜竊事件的增加 你的貴重物品需要保管起來 他說 與白銀相比將5萬美金黃金轉移到保險箱 要容易得多 從重量角度來看 當今市場上需要85.55盎司的白銀 才等於1盎司的黃金 但對於某些投資者來說 白銀可能更合適 尤其是在你預算緊張的情況下 這是因為白銀價格比黃金要低得多 可以相同金額購買更多的白銀 額爾說 白銀還為你提供獲得更高回報的機會 並在經濟繁榮時期尤其有利可圖 額爾表示 在經濟強勁擴張時期 通貨膨脹率較低 而且就業以非通貨膨脹率的速度擴張 白銀價格可能會因為工業用途的擴大而上漲 與此同時 他表示 黃金價格增長更有可能放緩 特別在通脹較低 和地緣政治局勢不緊張的情況下 最後 如果你預計需要白銀製造的產品需求會激增 那你可能會想要投資白銀 黃金主要只是用於珠寶首飾 而白銀即是太陽能電磁板等 綠色能源和醫療設備的重要組成部分 Endeavor Metals Group的常務董事加奈實說 因此 如果你壓住在更宏觀的主題 白銀可能是更好的選擇 專家表示 黃金和白銀都有它的用途 但如果你不確定現在最適合投資哪種 可以考慮以下幾點 首先 了解自己的投資目的 如果是為了產生高回報 可以選擇白銀 如果你更多是尋找一種安全方式來保護財富 並抵禦通貨膨脹 可以考慮黃金 還可以查一下市場狀況 包括黃金和白銀價格以獲取指導 Aligence Gold聯合創始人艾布卡里安表示 供需動態、地緣政治事件和經濟指標等因素 都會影響不同形式貴金屬的價格 他說 如果你仍然沒有法資決定 只要有預算 就可以選擇兩者都購買 考慮將你的財富分散到黃金和白銀 而不是選擇其中一種 今天的紀元頭條就到此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就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的頻道繼續營運下去 我是雪兒 明天見